雙半季墊底的中信兄弟 下半季表現可說是脫胎換骨 能夠與一大犀牛堅持到最後一刻 穩定的作戰方式相當關鍵 尤其是目前聯盟盛頭防禦率雙冠王的 鄭凱文 更是完美壓制犀牛打線 充分展現總教練謝長亨 守住才能攻擊的營球哲學 此外 中信打者張志豪 周思琦 彭正銘手感隨著戰況白熱化 漸漸回溫 新人許季鴻的優異表現 讓中信兄弟可以在下半季 保持爭冠的實力 加上先發羊頭扣敵 瘋狂戰的單場14K 讓黃山軍在例行賽最後一場翻盤成功 扳倒一大 泡下睽違三年的黃色彩帶 向於拉命狗桃園爭奪總冠軍 中信王牌投手鄭凱文本季先發22場 戰績11勝3敗 防禦率2.48 而且面對一大表現更為突出 下半季對戰犀牛出賽9場就拿下8連勝 對戰防禦率1.90與0.99的美局被上壘率 是一位帶給球隊出賽安全感的主力戰將 不過鄭凱文繼上週三先發指甲獵傷後 到現在還沒有開始投球 能不能敢在冠軍賽前完全恢復 康熙首戰先發大任 還有待觀察 另外在瘋狂戰中玩頭9局 送出14K的羊頭扣敵 即將面臨來台灣的首場冠軍戰 手感與專注力的維持 對他來說應該是目前最大的課題 鄭凱文跟扣敵是冠軍戰首場先發的任門人選 但是在下半季幾場關鍵戰役中 也有所貢獻的林玉清 搞不好會是教練團考慮的第三位先發名單 至於在打線部分 球星彭正銘上半季打擊率多在二成五左右徘徊 也連帶影響中性上半季戰機 所幸恰恰在下半季狀況回穩 打擊率在季末拉回到三成以上 而恰恰在鳳王站因為自打球受傷退場 還好經過檢查後沒有傷到骨頭 但是一向是球隊精神領袖之一的彭正銘 能否在十八號開打的總冠軍賽上場 勢必會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而對於在下半季異軍突起的許激鴻 這位從爆米花聯盟就展露頭角的左手中套 加盟中性兄弟後短短十九槍比賽累積四發全雷打 但是面對賽程緊湊的冠軍戰 許激鴻的火力能不能延續 還得考驗這位新人的抗壓性以及臨場發揮 此外中性兄弟還有隊長周思琦 領軍王勝偉 張政偉 陳偉翰等一起凝聚打線火力 相信鄉民們也會相當期待他們在冠軍戰的表現 中性兄弟於拉米古桃園的臺灣大戰 將在十八號點燃戰火 中華直播二零一四的世紀對決 到底誰能稱王盡請拭目以待 網路體育新聞綜合報導